没有怎么样 你看他已经跟了释迦牟尼佛出家了 他还看不起佛陀 那也就是说 佛门里面你不要觉得期待完全清净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圆满 你要用这个不清净的环境来磨练你的道心 这是佛法他要修的 有些莲友刚来寺庙里会看到 哎呀都很庄严 慢慢看到莲友 看到了一丝非就开始呱呱呱呱讲 最后就离开了 我觉得很可惜是你没有智慧 你不可能找到三千大千世界呢 都没有丝非的道场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么用功教我商业精神的学生 我的学生里面还是有导弹的 我照样教训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你还是要教他 因为他是有佛性啊 再来看 释迦牟尼佛修得这么好 生团还被分裂了 对不对 一直到佛陀讲经 讲到灵鹫山 佛讲大般若经 还有妙法莲华经 大地六变震动 所有人听到般若经呢 佛的在家出家弟子跟佛忏悔 生团才合而起来 所以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看这里 磁铁 假如这个地是磁铁 磁铁好坏的东西都吸 为什么 因为磁铁他什么东西都能吸 好的东西吸 坏的东西也可以吸 所以各位 你亲近很多伟大的老师 或伟大的西藏上师仁波切 你会看他那旁边 哎呀他修得这么好 只能到他旁边有这种人 对 他就是有这种功德力 去度坏人 你就度不了 所以你要听经文法 不然你看 哎呦 对不对 刚开始很庄严 听了是非 滴滴滴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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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向后转就走了 你很愚痴 你错过了机会 再换一个道场 要三规五戒 很好 然后就滴滴滴 嘟嘟嘟嘟嘟 做了义工 一年换一个 十年新加坡绕了半圈了 结果一个法都没有修上去 然后你就会退道心 佛门怎么会是这样 答案不是佛门 是有人的地方 就有不圆满 了解吗 接下来再看下面 经文 若是重中 这是讲糟糕的 假如若有义人 所谓义人就是呢 专门喜欢显现神通 做奇异的行为 佛陀规定 佛弟子 比丘比丘尼 不可以显神通 佛陀本身有神通 你看 你去读阿含经 你读佛大乘的经论 佛陀是放光说法 大地六变神通 对不对 多年前呢 我在台湾系纸 有一个佛教 请我去讲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有一个护法居士 他是董事长 对不对 他就喜欢神通 有一天呢 我要去圆光佛学院上课 我真的找不到人 那天真的很赶 活动排太慢 后来他跟我讲 师父你需要我帮忙 就可以 他相貌也很庄严 可是他就喜欢神通 他就开车送我去 很虔诚嘛 对不对 是董事长 送我去 我也觉得OK啦 对不对 我谢谢你 就在路上聊 等我上课的时候 上完了 最后他回来说 师父啊 你修得这么好 这么庄严 这么年轻 讲了很多好话 最后他说 师父 你有没有那个 那个 那个 我说 哪个 他说 你有没有看得到 过去 现在 未来的那个通 我把他骂了一顿 第二次以后他就不来见我了 很好 走了也很好 我也不想教这种学生 就算是董事长 又怎么样呢 我是很酷的法师 对不起 阿弥陀佛 不要排长 不要排长 我的意思是告诉你是说 你神通不能敌过业力嘛 就算我有神通 我也不会告诉你 但是我胃肠很通 我虽然瘦瘦的 但我胃肠还不错 所以你不要去求一些奇奇怪怪的 所以佛本身也知道 假如佛弟子在家出家 喜欢讲神通 讲感应 讲三世因果 讲嫁鸡福乱 奇奇怪怪 佛教是会灭掉的 知道吗 佛教跟外道不同的地方 你要清楚 所以这里讲 或有一人 就是喜欢讲神通的 这是佛门里面最不好的 不论在家出家 第二个 非法说法 就是讲的佛法 是相似佛法 是是而非 最有名的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金刚经 中国人最喜欢讲金刚经 道教也讲银刚经 一贯道也讲金刚经 为什么 太好讲了 因为你都不知道 讲对跟讲错 山也空 地也空 水也空 反正都是空 来 供养红包 不会空 多拿一点来 而且甚至一贯道 用金刚经讲识的时候 还说道已经存在 在家 出家已经没有道 这是办法 将来会多地狱的 就算他讲金刚经 头很亮 做很多善事 信徒很多很多 最后他还是会 入阿比地狱的 我绝对不会 做这个事 我是一个法师 我怎么可能 讲一个 做的完全不一样呢 当然师父不是说 我修得很好 我只是告诉你 我也很努力的 在鼓励我 做很好的 佛教的榜样 举一个例子 在座新加坡连游 有很多人知道 我显密都弘扬 就看 信徒师有没有吃肉啊 没有 我绝不吃肉 因为我受过 饭往菩萨界 知道吗 我不会说我学密学到 哎呀对不对 吃树跟吃肉 平等的啦 那护法居士 待会没有 带我去牛排店一下 那我会多地狱的 因为我在佛前 受过饭往菩萨界 我生生世世 敬畏来记 永远不食众生肉 我饿死我也不会吃肉的 所以我来生投胎来 一定是胎理素的 你对于自己学的佛法 要坚持 不要说相似的佛法 下面讲 非律说律 就是讲 动不动说 这个没有关系 你讲的佛法 跟佛陀讲的 五戒十善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 现在末法时代呢 这种奇奇怪怪的人很多 我也知道新加坡的联友 好像有些人 跟金刚称比较没有缘 我没有叫各位 要修金刚称 但起码你知道 它是佛的正法 结果我也碰到很多人 第一个就跟我讲 卢圣燕 他也念 哦妈你别别哄 他在新加坡 还有两个庙 对不对 那个根本就不是正法 你为什么好的不选呢 你要去 好的不选 你要去选坏的呢 举一个例子好了 举一个例子 各位 举老师 在新加坡 我想在台湾都这样 全国都有很多老师 对不对 可是你也会发现 有些老师可能体罚 就打了学生 或是有些老师呢 因为太帅了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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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生了一生 所谓的性行为 跟小朋友 一些骚扰的关系 当然学校要处理 可是你不因为 说一个老师 或者两个老师不好 那糟糕了 全新加坡的老师 都辞职吗 全台湾的老师 全部都不能教书吗 不可以这样 那全台湾的老师 都不教书的 全台湾的小朋友 怎么办 天下大乱啊 所以不要因为 一个不好的例子 就一杆打烧 一帆船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里面 也有很多很多事啊 我也知道 但师父都没有说 为什么 要懂得原谅别人 forgiveness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大乘的佛弟子们 我再讲一遍 对自己 你要依佛的 讲的 借定会去选择 假如不管在家出家 这个讲的跟佛 所说的跟做的 有不一样 那你要小心 你真的要小心 第二个 对于一些 努力修行的 在家出家的人 假如他做错的话 你应该原谅他嘛 没有成佛之前 每一个人都很丑陋 你为什么不给人家机会呢 对不对 但是这里讲 看经文 这里讲 佛教的那一次的话 就很不好 因为它会让正法呢 慢慢混淆不清 非法 他就说法 非不是律 他就说律 他根本不懂 非施教 他根本不通达 佛教的经论 就乱乱说 他自己懂的 佛教经论 比如说谁 青海无上师 那哪是佛教啊 无弥陀佛 我不太想说太多的话 因为我坐在法座上 你要智慧去判断啊 对不对 其实那只是 习客教做书 把你控制而已 你念大悲神咒 就可以把它破除 问题你对大悲神咒 没有信心啊 对不对 可是假如我们佛教徒 虽然学佛了 可是我们满脑子 佛教的外道思想 你叫做佛门里的外道 所以老实讲 归命三宝 并不是很好做的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请问你还拜其他的土地功 大悲宫什么功 讲严格一点 你就没有三规一啊 可是讲真话 你不高兴啊 那你就会问 为什么有些人呢 佛菩萨观世音菩萨 就互念他 观世音菩萨不互念我 因为你 你什么都拜嘛 你根本不是 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当然 对于世间的神奇 比方说台湾 有玉皇大帝 也有王母娘娘 也有妈祖 也有三太子 对 你看到他 可以合掌 问讯 可以 你还是要对他恭敬 因为他也是修行人 但是你是佛弟子啊 你不需要跟他走啊 知道吗 正跟邪 善跟恶 还是要分不清 还要分得清的 假如你分不清的话 就是佛教内恶次 请看 佛菩萨大转法轮 叫内呢 降伏一些佛教的内次 邪见或是错误之见的佛弟子 外 他要降伏一些 外道群众 所以请看经文 应当如法 折服彼等 吹拂他的傲慢 破除他的邪见 让正法像 兴盛的火焰一样 能够涌住世间 这个叫极灭诸恶次 以极灭恶次 这样的功德 所以叫做菩萨福藏 所以我再多说几句 我们自己是佛教徒 对于自己所修的法门 做佛弟子要有信心 对于其他宗教 跟其他的人 我们也要恭敬 所以普贤十大院 第一院讲 礼敬诸佛 请看下面 一百一十页 第三行 几二 无身法忍为根本 请看科判 丙一 立身顿号 堪忍重苦 丙二 离戏论顿号 住无身 请看幻灯片 丙三 顿号 勤修顿号 七支供养 你要重到无身法忍 是 我们昨天讲 不动地菩萨 要升到净佛国土 变七地跟八地 不动地菩萨 对不对 就好像呢 我前天举例 你到哈佛大学 你要读到博士班毕业了 Congratulations 你才能够到驾此行 广度众生 因为那时候 你要qualified 你是professional 你是专专业人士 所以你在各行各业 你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去帮助人 正无身法忍 要有很多条件 在龙树菩萨的 菩提资量论 这一卷里面讲 它要三个条件 第一 请看 丙一 为了利益众生 要忍辱 我们这个世界叫 堪忍 堪忍 所以六度波罗蜜 不失持戒 接下来是什么 忍辱波罗蜜 忍辱的功德 比持戒大 在四十二章经里面 还有仪教经里面有讲 忍之为德 持戒 苦行所不能及 能行忍者 名为有利大人 我再讲一遍 忍辱的功德 是连持戒都比不上的 能行忍者 名为有利大人 好 举个例子 师父表演给你看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 你碰到一个人 不管是佛教徒 非佛教经 他骂你了 对不对 咔咔咔 讲你的坏话 你当然会动念头 他骂你的时候呢 现在你要控制你的念头 假如你没有生气 一般人都是什么 他骂你的时候 我也骂他 以牙还牙 他在老板面前 讲我的八卦 我也不客气 我也在背后 讲他的八卦 这样就生生世世 没得完没了 什么叫忍辱呢 他骂我的时候 哎呀 你惭愧 这是我自己不好 没关系 我好好赶 你就不生气了 听考 他骂人的人 他造了恶业 可是你呀 因为骂人这个逆境 你就成就了忍辱的功德 哪一个比较划算啊 前面还是后面 讲是很容易啦 后面啦 还得了老娘报酬三年不晚 对不对 所以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要想 骂我的时候 听好 就是我消业障 跟累积功德的机会到了 请写下来 人家骂我的时候 就是我消业障 跟累积功德的时候到了 你这样就不会生气 对不对 老婆骂你 你就让他骂 他骂的越多 你修的功德就越多 对不对 老板念 你就让他念吗 没关系 你念吗 我就继续做吗 当然听好 不能解释为说 人家骂我 管他的 我是一批天下无难事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固执 现在师父要讲的是说 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 怎么用逆境来转变你的心 而累积功德 人家骂我们的时候 对不起啊 可能我做得不好 你心里就要念佛 我念咒 对不对 人家骂你的时候 没关系 我就倒杯茶给你喝 到里面 厕所里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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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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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你的称心给调福 人家骂我们的时候 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说佛世界 为什么叫做 很难修行 就是呢 你要修 堪忍波罗蜜 释迦摩尼佛叫 娑婆世界 娑婆娑婆 就是好的也要忍 坏的也要忍 那人家骂你的时候 他造了恶业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却能够修忍辱 很不容易 那你如果修不了 那你就念观音菩萨 或念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 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度 一切古 你就自己念 念个三遍 五遍七遍 你心里凉凉 哎呀 随他骂嘛 又不会少一块肉 你就想通了嘛 想通以后 你称心就没有生气 你就成就忍辱的功德 修行就在这里 所以常常被人家骂 你全能修忍辱人 他的相貌都比较好 所以忍辱的其中 有很多功德 一个相好庄严 你有没有看过 常常骂人的呢 眉毛都是这样 像关公一样 对不对 像两个脚一样 剪刀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中文讲 相有心身 对 那心地比较好的人 有些人 你会看到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亲戚里面 他的心性就比较好 人家骂他 他都无所谓 你看 他的相貌就很庄严 所以忍辱的 其中一个功德 也是相好庄严 接下来第二个 看幻灯片 离戏论 不要动不动 就跟人家辩论 做无意义的辩论 人有时候 不要做 没有意义的辩论 好 请各位分开 一百二十五页 一百二十五页 第十四行 到第二十行 我教你们看过了 师父讲重点 其次你应该 学习佛法当中 你要清静 有正法的佛教团体 一百二十五页 第十四行 就说我们刚才讲 什么要成佛 要灿除业障 要积聚福德之良 但是你要先要有智慧 去选择正法的道场 为什么呢 因为奉献正法的道场 你就可以奉献 你的时间 精神 体力 乃至于你的智慧 以便在最短 以及无常的生命里面 精进的修福修会 因为我们只有清静三宝 我们才能够修福修会 可是现在道场有很多 你要用你的 自己的智慧去选择 所谓有正法的佛教团体 是有道风跟学风 道风是什么 以释迦摩尼佛与诸佛的教导 如法的修学 不管他诵经 念佛 拜灿 然后禅作 他真正有道风 比如禅宗有禅宗的道场 律宗有律宗的道场 净土宗有净土宗的道场 南传 北传 荡传 他都有自己的修持方法 而且这是释迦摩尼佛所教的 第二个学风 就是按照佛所说的教法 正知正见 如理如法的讨论 听经文法按照文师修 与戒定会三学去做 假如他说是一套 可是做的又跟文师修 戒定会三学一套 不一样那怎么办呢 听好 你也不要批评 下面讲 对于非依正法而行的团体 应该什么 keep silence 沉默不语 你不要支持他就可以 慢慢的他自然就无法生存 没有信徒 没有道量 他自然就会关店 你不要去批评 注意听 你不要去对 你说哎呀 我受了菩萨戒 菩萨戒有个护法卫教 对不对 干嘛 拿锄头吗 还是拿刀子 还是拿菜刀吗 佛教不可以 所以从这里看 佛教不太鼓励 上街示威游行 因为 为什么 佛陀说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现在的民主社会国家 动不动呢 就是击重示威游行 可是老实讲 佛教比较不鼓励 佛教你可以用很理智的方式 开记者会 开研导会 说明 甚至跟宗教跟中宗教座谈会 但是呢 佛教你很少看到说 来我们佛教徒要上街示威游行抗议 除非国王要毁灭佛教 除非国王要杀出家众 出家众跟在家众 不得已才会走上街头 但是从佛教历史上来讲 你很少看到佛教因为宗教的关系而发动战争 没有 因为佛教第一条戒律 不论在家出家 不管南传北传战传 第一条就是不杀身 不伤害众生 所以这就是佛教伟大的地方 接下来再看 也因为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不同的喜好 每个人不同的因缘果报 所以你会选择不同的道场 但是请下面做个记号 不要浪费宝贵的时光 动不动跟别人做无意义的争论 所以不小心的话 你只是空过一生而已 所以看回幻灯片 叫离戏论 学波尔波罗蜜的人 不会跟人家争论 你接受就接受嘛 不接受无所谓 举个例子 你家里更好笑的 你知道吗 台湾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我听过台湾很多联友跟我讲 师傅我们家 蓝党跟绿党 还有第三党 要分三个桌饭吃饭的 好奇怪 家里才几个人 吃饭要分三桌的 那不是很好笑吗 蓝党的坐一边 绿党的坐一边 中立党坐一边 我教你家几个人 他九个人坐三桌 这个是很奇怪的 不好意思 这是台湾很不好的政治生态 所以在我商业精神 我制定进入寺庙 不可以谈政治 你是什么党都没关系 你真正为人民做事 师父就支持你 了解吗 我是无党无派的 你这个人再怎么讲 讲得很漂亮 你不为人民做事 我也不会选你的 所以我会觉得 讲真话 从佛教历史发展来讲 政治跟宗教最好分开 释迦牟尼佛本身可以当国王 他也可以用国王统治古印度 最后他为什么放弃王位而出家 可见从佛陀的这个八项成道的故事来讲 政治跟宗教分开会比较好 那当然西藏很特别 不要扯到这么远 西藏只有他的历史 西藏的法王呢 政教合一是因为他有他的历史演变 他若没有政教合一的话 佛教也会被消灭 可是我觉得从南传 北传 藏传的角度来讲呢 政治跟宗教会分开 不要做无意义的辩论 这叫做离戏论 了解吗 你可以跟别人分享 假如你跟谈一谈佛法 你觉得这个很爱辩 你说师兄好啦 你都对啦 你修得很好 我给你喝茶啦 你就可以走了 不要去跟他辩论 辩论多了 你会棒正法 好 接下来请看下面 秉一 翻回来 110页 秉一立身堪忍众苦 请看135颂 为利乐众生忍地狱大苦 何况于小苦 菩提在右手 请看经文 菩萨若着坚固的铠甲 为了常常利益广大无量的众生 发起勇猛精进 精进的意念 在一切当中 一切的众生当中 他是平等轻的 希望他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得到解脱 当然在这个帮助众生当中 你会碰到众生会毁谤你 会诬赖你 甚至刁难你 菩萨都能忍 为什么 因为他为了要帮助众生 虽然这些忍 只是一点点 可是他若可以帮助他 出六道轮回的痛苦 那不是很值得吗 所以他举欲说 纵使菩萨为了救度众生 住在阿皮拔至 不动地 乃至于他要 掉到地狱里面去受苦 经过无量劫的辛苦 他都堪忍不动 何况小苦呢 菩萨能忍如是诸苦 所以当之菩提心 就像在右手掌一样 右手掌的比喻呢 阿罗汉是比喻 右手掌放一个 阿摩罗果 菩萨看三千大千世界 就像掌中的一个阿摩罗果一样 阿摩罗果是一个水果 有点像你们的榴莲这样 像菠萝蜜水果这样 就是这样 意思是说 菩萨若能够坚持菩提心 又能够吃苦的话 其实菩提心 它就好像在手掌一样 是很容易保持的意思 好 我前几天有讲 你们从出生 长大 结婚 成家 立业 买政府组屋 生小孩 工作 到现在你还活着吗 可见这么多的苦你都吃了 为什么念一个 普贤心愿品的苦 你就不肯吃呢 为什么将你打坐 哎哟 对不对 我坐一两个小时我就累了 打麻将三缺一 可以打到天亮的 所以你不觉得人很奇怪吗 是不是呢 所以答案是呢 你坚强的意志力是很重要的 请看下面经文 一百三十六 起坐不畏不自为 唯利乐众生 皆由大悲顾 菩提在右手 把皆由大悲顾 大悲两个字画起来 菩萨诸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从布施慈戒 忍辱 精进 一直到禅定 般若波罗蜜 都为谁呢 不是为自己 都是为了他大悲心固 为了要利益众生 为了让众生早日听到佛法 学佛法 而早日正入涅槃 所以菩萨呢 很少为了自己呢 要享受的 终不为自己的身 享受一点一点的快乐 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当然刚开始不容易 但是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来 就像你能够想到新加坡的人 想到新加坡不同的种族 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 想到有很多很多的星球 慢慢慢慢的你的心就会改变 对不对 总比你没有去努力好 你只要肯努力就会改变 所以比义是大悲者 如是有大悲心的叫大人 当之菩提道上呢 就好像呢 在你的右手一般 叫做非常的容易 接下来再看 秉二离戏论 顿号 助吴生 请看 137颂 智慧顿号离戏论 精静顿号离懈怠 舍失顿号离间隙 菩提在右手 意思是说 你有智慧的话 就不会跟人家辩论 动不动辩一些没有意义的论 第二个 假如你很心静 精静 身心都很精静的话呢 你就会离待你懈怠的这个习性 第三个 常常你肯不失 肯舍得帮助别人 你就会离开吝啬跟奸贪的习性 奸贪跟吝啬是很难的 举个例子 像师父是客家人 客家人很吝啬 真的 因为客家人 从小都是很吃苦的 白手起家 世界上真的是 做牛做马很苦 这样子 就是很认真 他和白手起家 别人睡觉了还做 因为他很认真得来 不义 所以客家人 不太愿意布施 就是很吝啬 师父以前也有这种习性 不过我学佛以后就改了 因为他会觉得 我这么辛苦 白手起家 你为什么今天要叫我佛门去布施呢 他不知道佛法道理 所以他很难布施 闽南人 潮州人 很害怕 很暧昧的 来呀来呀 我来我请课 没问题 我们今天去灵芝吃饭 来我请课请课 吃完饭跑到厕所 老婆送钱来吧 快点 我那张卡已经刷爆了 快点快点 闽南人就是这样 很喜欢打肿脸充胖子 这说明什么 不同的民族 有不同的习性 了解吗 有些人很热情 但有些人很冷漠 可是现在菩萨道讲 你要用六度波罗蜜 来改自己的习性 有人很勤俭 请减很好 可是请减跟请减 可是帮助众生的时候 不要吝啬 不要铁公鸡一毛不拔 钱都不能带到棺材里 对不对 你应该把钱是你的福报 用在有智慧的地方 请看问曰 钱以解释 陀那等诸波罗蜜 前面的经文已经讲到 六度波罗蜜的 或十地波罗蜜解释 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又要再解释一次呢 他回答说 前面所说的是对于修行的人 六度波罗蜜 是讲修行的次第 而这里讲离戏论 助无生 是为了要正道 无生乏人的 有智慧的 那个圣者 而再讲一遍的 这里的智光是指 有智慧的圣者 这里的智光不是指名号 有智慧的圣者再解释一次 为什么呢 请看幻灯片 以觉知一道相顾 他能够觉悟到过去 现在未来 诸佛唯一的大道 什么大道 愿度众生皆成佛 写在旁边 我深深世世只有一个目标 度一切的众生都让他成佛 愿度众生皆成佛 这是唯一一条共同的道路 释迦牟尼佛如此 下一尊 弥勒菩萨来人间 也是要度一众生成佛 乃至于第六尊 噶玛巴 狮子吼佛 也是要度众生成佛 乃至于经过行结千佛 都是要度众生成佛 请看幻灯片 比有智慧的话 他就会离开戏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会抓着那个恶不放 这里的恶是什么 马车 就是以前你看过印度 抓马车的时候 马 他有一个马鞍 或是呢 他有一个木头 那个恶 他的意思是说 有智慧的人 不要抓着什么东西都不放 所以英文讲 Let it go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过了就过了 要放下 比精进的人就远离懈怠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精进会取出你贪嗔痴的烦恼 比常常布施的人就会远离奸贪 因为布施以后 你的人缘就会很好 福报就会增长 所以菩萨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深深适适 行六度波罗蜜 菩提心的道路就像在他右手上 好 接下来再看 这些都很简单 我讲快一点 因为我还想讲七支共养 就是普贤十大院 接下来看 一百三十八送 无一无决定 圆满无杂戒 无所重生人 菩提在右手 请看幻灯片 我把它打出来 幼菩萨善成就 禅纳波罗蜜以 看幻灯片 禅纳波罗蜜以后面 师父加了一个蓝色 这就是讲定 这个定不依靠三界 也不执着三界 他的心是非常清静极灭的 所以没有各种 各种妄念 无有思觉 无有思觉 这里思就是思考的很多念头 无有思觉 就是没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念头 所以他心在宁静的禅定 所以我前几天说 什么是快乐 快乐是心很宁静 peaceful mind 才可以bring you happiness 假如你的心很乱的话 是没有快乐 今天跟昨天 因为我看到了 尊贵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在巴拿纳西开示 请写下来 什么是最殊胜的财富呢 就是有知足的心 请写下来 最殊胜的财富 就是你这个人 要有知足的心 很好 法王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是讲得很有智慧的 我们人常常都会觉得 什么叫富贵 我要外在很多很多的东西 其实不是 富贵有很多种 最殊胜的富贵是什么 你心中有知足的心 知足的心的话 你三餐 吃得很简单 你也很知足 那你就是心中很有富贵的 我再讲一遍 最殊胜的富贵 就是有知足的心 假如你的心不知足 我跟你讲 你住 阿特洛洛福西登 Park 你还是会不满意的 你总觉得这个风水不太好 我是不是再搬一栋 搬完以后呢 搬搬了那casino casino 我会觉得还不是很好 那干杯整栋casino 买下来给我好了 你看 你永远不知足的 从这个国家 搬到其他国家 你也不会知足 第二个 又圆满失罗 失罗就是戒 请看幻灯变 戒 让你的心不会杂乱 不会混浊 回向菩提 你所有的功德呢 是不会消失的 第三个 又善成就般若波罗蜜 这是讲会 因为有智慧 你了解 缘起星空的道理 心里就会住在 无声法忍当中 这里的忍不是只有忍入 是指心如如不动 叫无声法忍 所以根本是非常殊胜 为什么殊胜呢 因为你有定 戒 会 三个 三学的根本 所以你不会退转 所以菩提心 当然就像在你的手掌当中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再看 看 我们的心 像这莲花 心静如止水的时候 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我们莲花 它是长在屋里你 假如莲花你把它剪掉 擦在佛堂 三天它就枯萎了 因为佛堂当然都不止很漂亮 是用最干净的水 可是真正的污泥 长出来的莲花就很清香 那你长出来这个比喻什么 佛教常常用莲花 代表六度万恒的音 佛教常常用莲花 做很多的标志 说明了真正的菩萨道 要在滚滚的红尘里面磨练的 菩萨道不是说 我现在放弃了 我躲到深山里去 我就一个人 你这样子的不能成就菩萨道 所以菩萨行愿品讲 菩萨若无众生 则能不能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什么 功德要在度众生 人与人互动当中 你才能够累积 六度波罗蜜的功德 接下来你看 对不对 所以你的心有界定会的话 昨天给各位看过这张 心境如止水的时候 你会觉得 外在的美景 如梦如幻的 这就是日本的金格寺跟银格寺 这是银格寺 很有禅宗的风味 也有很多的山水 也很宁静 所以我们传统上 到以前 在中国大陆 或是在比较大的丛林里面 你一进去你就说 哎呀心很宁静 为什么 因为它整体的环境设计 非常的好 对不对 举个例子早了 像大殿你会惊醒 对不对 你们家很少有惊醒吧 吃饱了就都坐在客厅里 那圆圆的 就一直按 按到睡着 你根本没有那个习惯精神 所以环境是会影响你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再看 佛陀雪山苦行 佛陀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 虽然很壮严 可是他这一生 也苦寻过六年 那请问 我们都要问自己 佛弟子 尤其是大称的佛弟子 你这辈子用功过六个月吗 好 不要说六个月 六个星期吗 佛陀佛用功六年 所以为什么到了藏传佛教以后 他就比主会鼓励出家中 要有三年三个月的闭关 因为你真的必须要 真正的昼夜精进苦行 你才会折服掉你很多的烦恼习气 好 最后下面看 鼎三 晴修七枝供养 这个刚才放短片的时候 有放这一张 十方普贤菩萨 好 在峨眉山 那普贤菩萨代表 华严经的十地 要东南西北的这个大象 象代表忍辱负重 可以走长远的路 看六牙白象 为什么是六只牙呢 代表菩萨的六度波罗蜜 好 现在请看 晴修七枝供养 请看经文一百一十页 第二十三 问曰 以说修行 即得忍菩萨 积聚福德资粮 这福德资粮是无量无边 可以成就无上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告一个段落 好 看幻灯片 那请问 云和初发心菩萨呢 所以初发心就是像我们在座各位 我们是人道的众生 你听到了大乘佛法 三归一 受五戒 接下受菩萨戒 那请问 像我们在人间这种初发心的菩萨 要怎么样 很快的很快的 修举无量的福德智慧之良 而成佛呢 答案 答约 看一百三十九颂 现在十方柱 所有诸正节 我惜在笔前 臣说我不善 接下来一百三十九颂 翻过来 一直到第一百一十二页的一百四十六颂 做个记号 这个就是普贤十大院 我再讲一遍 一百三十九颂 到一百一十二页的一百四十六颂 做个记号 这就是普贤十大院 所以可见 龙叔菩萨 你说 讲无量无边的教法 告诉一个初发心的菩萨 修什么 修华严经 普贤十大院 我第一次来新加坡 2003年奖金 就是在大碑中心讲 普贤十大院的 各位若有兴趣的话 你懂电脑 请你上网 会download 那这一次我结束完 我会去JB 在柔佛的 这个 新山柔佛的学佛会 讲part one 六天 也是讲普贤十大院 到时候会全程录影 普贤十大院真的很重要 那 我知道新加坡有很多道场 都有流通我的DVD 像海银古寺也有流通 那将来我会单独再出 十善业道经 跟普贤十大院的DVD 请各位有耐心一点 那假如老菩萨 你不会懂电脑 你就等师父出DVD 我会跟你结缘 这都是东南亚 全部的佛教徒供养的 假如你懂电脑的人 请你先上网 叫你的儿子 帅哥美女 帮你download 那很快的 你念普贤行愿品 你要懂普贤十大院的道理 请看第一条 忏悔业障院 请看幻灯片 在139号 师父后面刮胡 这一院就是说 我在十方一切诸佛面前 我都要 承说我自己的过失 这就是中国人 特别为什么喜欢拜菜 中国人喜欢拜菜 为中国人的个性质 一直讲 哎呀跟妈妈讲不好意思 跟师父讲太丢脸 那我就在木雕的佛像面前一直讲 一直讲 中国人的文化很喜欢拜菜 你看从梁黄宝菜 慈悲三昧水菜 金刚宝菜 大悲菜 中国人非常喜欢拜菜 而且只有华人喜欢 外国人不喜欢拜菜 外国人是禅作 念佛跟念咒 你有没有看过 外国人喜欢拜 就是大悲菜 很少啊 所以中国的民族 很喜欢拜菜 那拜菜 其实它真正的道理 是要知道自己错 而愿意改 请看经文 110页第二行 若有现在诸佛世尊 在十方世界间没有障碍 下面画起来 以本愿力 为了利益众生故 所以他住在这个世间 老实讲 我们是看不到观世音菩萨的 因为我们是凡夫嘛 可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呢 很多人念的时候都很有感应 不管是在梦中或定中 或是你遇到苦难的时候 明明中自自然然都很多 都改变了 那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 为了这个世界 而住在这个世间 我今天没有照片 明天给各位看 以前台湾在八七水灾的时候 我是小时候 台湾也是曾经有大水灾 全部有念观世音菩萨 那时候我们台湾跟美国 还有邦交 所以美国会派飞机来巡逻救我们 那有一个美军就在天空 看到一群乌云 那看到了 因为飞机 当然飞机上有摄影机 他就把它拍 拍起来 拍回去 在美国一喜 观世音菩萨奇隆观音 所以观世音菩萨是真的 有照片做证据 现代人都讲科学 明天我拿这个照片给你看 对不对 所以观世音菩萨 是他以大悲愿力 来利益众生 所以住在这个世间 那同样的 像说基督徒 天主教徒 他相信圣母玛利亚 那你说圣母玛利亚有没有 有 所以不要轻易批评别人的宗教 虽然是佛教徒 可是我们对其他的宗教 也要礼敬 尤其在欧洲 假如你去欧洲旅行的话 你会看到 教堂非常的多 我在读英国念书的时候 我也去参访过很多其他宗教 甚至我有朋友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真的一辈子就看到 圣母玛利亚显灵了 而救了大家 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他也会真正的视线 而救度众生的 请看经文 经于彼等实证者前 把实证者画起来 因为你要在圣人面前忏悔 你才能够消除障碍 我昨天说过 前几天也说过 你拜佛 你不会对圣陶沙 新加坡那个两个榴莲 你在那做大礼拜 那你会觉得你脑筋有问题 那你对那两颗榴莲 你一直大礼拜的话 老实说最多只是运动而已 但不会有功德 那现在我们为什么 看到佛像 我们要拜佛 因为佛是实证者 他是一个证悟的圣者 所以你在他面前 鼎礼拜或供养 乃至忏悔 他就会升起功德 发露诸罪 若我过去无量节来 在这一生 过去生 前世跟未来是 若已生 就过去生 前世或现在生 所有一些 请看经文 若自己所做的恶业 或叫别人做的作业 恶业 或者呢 别人做 你就很高兴 拍掌 很好啊 很好啊 没关系 你多去害他人 没关系 这叫水洗 这叫水洗 就是怂恿别人 那因为你贪 十几年早二夜 礼拜六来拜大悲餐 礼拜天呢 有去 吉利咕噜的 然后呢 礼拜一到礼拜五 又再来了 其实这样不太好 不太好的意思是说 表示你很难控制自己 当然忏悔并不是说 我先来来忏悔 比如说我忏悔 哎呀 我今天又对爸爸妈妈 很不孝顺啊 发了脾气 那你来忏悔 可是除了嘴巴忏悔之外 要改呀 下次换个方式 跟爸爸妈妈讲话吗 下次不要那么激动吗 不要选在爸爸妈妈 最忙的时候跟他讲话 那就会吵架啊 朋友跟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所以忏悔不是说 哦 没关系 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啊 所以我老师说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基督教 因为礼拜一 我一到礼拜五 做坏事了 到礼拜六 礼拜天啊 去教堂啊 上帝 哈雷路亚哦 阿们 你就解决了 听好 基督教可以这样解释 佛教没有这么容易 为什么 你写在旁边 因为你造的恶业 像种子一样 它会发芽 你若不忏悔的话 那种子还会在 你忏悔完了以后 还要修醒 当然有些烦恼会比较吃重 比如举个例子 假如你的老公跟他说 好 我不要喝酒 我不要抽烟 没错 我现在下定决心 要戒酒了 跟戒烟 对不对 可是下次呢 跟好朋友在一起啊 做生日的时候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嘛来嘛 喝一杯喝一杯 不行啊 不行啊 我太太会看 好吧 还是偷偷喝一杯吧 你看你还是很难控制自己的 对不对 可是你会说 糟糕了 师父我受酒五戒了 可是我喝了酒怎么办 好吧 那就忏悔吧 忏悔以后 下次哪个庙受五戒 师父我又来报道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填五戒的表 然后过了一阵子呢 我的好朋友 从美国回来了 Another happy birthday party 都告诉你 又喝酒了 我讲这个例子就说 我们虽然忏悔 但是有些烦恼 的确还是会容易犯 但是你要去努力 对不对 你慢慢慢慢控制自己 像抽烟也是个坏习惯 你慢慢慢慢控制自己 慢慢慢慢慢慢改 你就会改变 所以这叫忏悔业障 看下一张图 西藏大礼拜 为什么要拜 就是忏悔业障 所以我要鼓励在座 很多的老菩萨 我年轻菩萨 你要多拜佛 多拜佛是运动 不然新加坡的人都越长越圆 你们中文讲活动活动 要活就要动 你看我的手 这样不动就死翘翘了 所以要多拜佛 假如你家里有佛堂 我到寺庙来 不要总是跟人家讲八卦 对不对 有空到大殿来多拜佛 拜佛可以掺除业障 拜佛也可以让你的身体好 拜佛比你念悠感 瑜伽还有用的 真的 你拜佛会掺除很多的业障 然后身体肮脏的气会出来 然后你换一个衣服 所以这样忏悔业障 所以西藏为什么要对佛像要拜 十一万拜 各位想一想 一天拜一百零八拜 你要拜几年 至少要三年到四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不要随随批评 金刚正佛教不好 人家比我们用功 真的用功 忏悔业障 好 我讲一个故事 大家知道一修和尚 日本一修和尚 小朋友上儿童佛学 最喜欢看 一修和尚上 其实一修和尚 也是禅宗的高僧大德 他通达经论 不但是卡通影片 把他画得非常好 在东南亚很流通 其实一修和尚本身是一位高僧 他修持也非常好 对经论非常好 我讲几个他的故事 有一天 他有一天到外面去脱坡 到乡下去挂单 到一个信徒居士家挂单 因为天色已经很晚了 然后他就挂单 是一个男居士家 他挂单 那个对师父很有信心 也很护持他 结果因为天色晚了 突然听到 他隔壁家半夜 有人死了 都在哭了 哭了以后 半夜全家人放声大哭 为什么 老公过世了 那这个哭声很大声 就把一修和尚给吵起来了 半夜十二点 他没有睡好 他就问这个师主说 师主隔壁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师父 无常到了 隔壁的老公 一生都在杀猪杀牛杀鸭 他家很可怜 虽然赚了很多钱 可是他病痛很多 现在断气了 那一修和尚很有慈悲心 他听完以后就说 那这样好了 世界这么大 我今天刚好来你挂单 听到他家 你跟那个老板说说看好吗 家人的主人 就是他太太 师父过去帮他诵经超度好吗 他听到一修和尚来 他当然很高兴 有师父要帮我们诵经 他们就比较不哭 不难过 那一修和尚就拿取沐鱼 就帮他诵经 念一念 他们还是很悲伤 全家人坐在那边 哎呀老公你这么早走啊 对不对 你这个老不死的啦 丢下我啦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然后就念念念 念完以后呢 他就突然问 一修和尚 师父啊 我的老公 一生造了很多的恶业 他杀了很多猪 杀了牛 拿了羊 虽然我们家呢 是生意不错 可是他就过世了 他会去哪里啊 他会不会去地狱呢 一修和尚看一眼 大概是吧 你都讲他做了这么多恶业咯 他说你是和尚啊 你怎么没有慈悲心 你不可以帮个忙好不好 你跟阎罗王打商量一下好不好 那时候一修和尚讲 还要我 我帮你送完经 还有跟阎罗王打商量啊 他说那请问你希望我做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他们家属都很伤心 然后他太太也很难过 他说师父啊 你可以不可以写一封信 跟阎罗王讲 不要抓我老公去地狱 送他去天上好不好 那你说你是一修和尚会怎么做 当然一修和尚很慈悲 就满他的愿咯 就拿个毛笔来 就写了 阎罗王大人啊 这个众生在身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啊 希望你饶他一把 他做的恶业太多太多 他先写了 他们家没有看 我讲他内容 他就写 他造了非常多的恶业 他的恶业大如须弥山啊 那些阎罗王的布啊 好几本都写不完啊 你就甭记了吧 放了他一把 去天上吧 他就把那个纸折起来 折起来以后就放在他 王折的手掌这样折着 然后他跟他说 他一定会去天上的 他一定会去天上的 这时候他们呢 就帮他诵经啊 念阿弥陀佛啊 念观世音菩萨 念完了以后 那个他的太太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师父虽然很好 可是他很好奇 到底师父哦 他那张纸写什么 那时候师父呢 就在那边念佛啊 喝茶的时候 他就转过头来 偷偷地把那老公啊 说老公对不起啊 借看一下 打开来 他就非常生气 还有师父 你怎么可以这样写 阎罗王大人啊 我的老公呢 生生世世 杀牛杀猪杀羊 然后造了这么多罪业呢 他的罪业 简直像须弥山一样 这么广大 连阎罗王的布呢 写都写不完啊 你放了他一把 你怎么可以讲真话呢 他说他就非常生气 就看着那个师父啊 结果 一修和尚是很有禅定的人 他很有智慧 他就反问他老去 他太太说我讲的都不是实话嘛 你老公这样的人本来就应该去地狱你知道吗 我说师父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说你都不肯真实忏悔你的业障 你老公做了什么这么多坏事 难道你还要我跟阎罗王说谎吗 对不对 我就是希望你要跟他讲真话 约罗王才会原谅他 哎呀他一听完哦 反而自己觉得自己很惭愧 什么叫惭愧呢 生起惭愧心 知道吗 他才知道错 然后他就问师父 那我的老公会不会去天上 注意看 一修和尚真的有神通 一坛指 有啊 你老公就在天上了 因为你为他的忏悔业障的功德 他就升天了 这是日本一修和尚的故事 很了不起 你看一个杀鸡杀牛杀羊的人造很多恶业 所以老实讲 我们也要警惕自己 不要造恶业 你今天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苦 其实都是你过去有意无意造成的 忏悔吧 你肯忏悔就像什么呢 小朋友跟妈妈讲妈咪妈咪原谅我 那你说妈妈会不会原谅你 会 你对大悲观世音菩萨忏悔 对释迦牟尼佛忏悔 对阿弥陀佛对药师佛忏悔 你只要真心忏悔 他都会原谅你 因为忏悔 你心才会得到清凉 了解吗 好 再讲一个故事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 因为有点晚 十点 今天从地震一直讲 讲讲讲到现在 好 其实杜众生很不容易 再讲一个 本来是明天我要讲 我现在讲好了 音修河上很有智慧 有一天 他又有一个信徒来了 这个信徒一直做生意 做完了以后 突然呢 生意垮了 对来了师父 师父 师父 我不想活了 不想活了 对不对 我想自杀了 他说发生了什么事啊 好端端的 你活得这么好 为什么突然不想活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现在生意很难做 我全垮了 而且还被高利贷欺骗 我绑得死死 我倒不如跳楼好了 然后呢 师父就看着他 因为这个信徒本身就是 对佛法很有善根 但是总之会变到困难 那请问一下 现在你是遇到一修和尚 你是一修和尚 现在遇到一个信徒来跟你讲 师父 我做生意垮了 我要跳楼自杀 你怎么办 各位怎么办 你们看着我 凉拌 所以做师父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不要要求师父太多 接下来可是他还有智慧 什么呢 他突然想 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吗 他说哪有 我什么都没有 财产都没有 我只有剩下一个漂亮的女儿 我什么都没有 他说你还有女儿 可以哦 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他说师父你要想什么办法 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好不好 你相信你师父吗 他当眼睛当这么大 我相信啊 可以啊 我做你的女婿好不好 你把女儿嫁给我啊 他说师父 我嘞 你的脑筋是不是都坏掉啊 我平常跟你学佛法 现在 你是我师父 现在你要做我女婿啊 对不对 他说你脑筋是不是坏掉啊 没有啊 我在帮你啊 对不对 我真的在帮你啊 他说我告诉你 相信我 来 你不是欠人很多钱吗 来我教你 你现在回去 从明天开始呢 在城里面放出风声说 三天以后 一修和尚 作为你的女婿啦 我就可以帮你了 结果他 真的是半信半疑啊 这个是我最真正的师父 怎么突然要跟我说 做我女婿 还要我把女儿嫁给他 结果他吓了一跳 好 接下来呢 他就真的呢 就放出风声了 然后全村庄的人啊 因为一修和尚是高僧啊 大家听了 哎呀 一修和尚啊 真正是头发起来 所以那天 结婚的那天呢 来了很多很多的人 急得水泄不通 时间快要到了 正午十二点啊 要结婚啊 拜堂典礼都准备好 大油大摆 师父呢 骑着马车 坐着马车 十一点半到了 到了以后呢 他就呢 在一个门口 摆一个门口 拿一个书法跟字画 大家呢 就在看 大家也忘了今天要澄清 就看印修和尚写对联 知道吗 写界定会 文师修 因为他是一代高僧 所以他字很漂亮 他写完以后 请问这一幅谁要卖 哇 大家抢这样 所以他整个早上呢 都在写对联 一直写 写到调 写完对联 当然人家跟他买 印修和尚买对联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买完对联以后 当然就供养师父红包 就放旁边嘛 对不对 一直写 从下午哦 一直写写写到班晚写写 然后呢 桌上的钱就对了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大家完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问师主说 怎么样 你欠人很多钱 对不对 桌上这些钱够了吧 够还你的债了吧 对不对 当那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我的师父这么有智慧 他说既然这些钱够了呢 能够还你的债 那我就不用做你女婿 还是做你师父吧 那就回去啦 知道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然你放心 我不会娶你的女儿的 你不用这么紧张 故事是归故事 是说他是一代高僧啊 他度众生呢 要忍辱 要有耐性 其实他没有不清净的心 人家一听上 天啊 这个师父竟然要娶我女儿 那心脏都坏了 不是 他是呢 想因为这样很轰动 所以募集了很多人来 然后他用写书法跟春联 义脉 所以用这个钱 救了他的命 最后他就说 怎么样 你这些钱够了 对不对 我 现在就还是呢 不用做你的女婿 然后还是做你的师父吧 那你现在要跳楼吗 我说师父 不跳了 不跳了 这么多钱了 所以就不会跳了 这是一修和尚 真正在日本的佛教史上 度众生的故事 这是很了不起的 好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明天从第十一页 第六行 一百四十颂 转返文院 请继续讲 那明天我会讲快一点 请各位回去预习 一百一十二页 几三 普皆回向 假巴 善护福德 妙用 好 请各位一直预习到哪里呢 请预习到一百一十四页 第十二行 因为我们讲座只有剩下两天 所以我明天会讲得更快 没关系 这是因为日本的灾难 我决定了 我要尽量讲 讲不完 我还会到下一次再讲 没有关系 反正我一定会发愿 把这六卷的龙树菩萨 菩提之良论 全部讲完 只要我这辈子 活着这口气在 没有往生 没有生病 没有障碍 我一定会来把这六卷 全部讲完 至于在做很多新的联友 请你不要介意 那你就要听前面的DVD 大会外面呢 有很多DVD 听过的联友 请你要多多复习 佛法是浩瀚如海的 当然听一次很欢喜 可是你多听几遍的话 你对佛法才会有深的体悟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